所以我要延後 延後一次 半年內一定要保定 所以 這個是延後 所以你講習過後 你只能不能不理他 你如果都不理他 過了六個月之後 時下往要重考 不管有沒有營業 都一定要把後部的時間 從交往到這裡 怎麼理 請車行開受負擔可以 受負擔是白話文 文言文叫 職業事實證明明見 這是受負擔的意思 所以第159題 第38題講了之後 六個月資料要領出來 159題說 領出來之後 你的職業登記證 主證跟副證 每年要查驗一次 每年的什麼時候 以你生日 比如說你今年考過了 那明年的生日 假如你是六月 六月的五 六 七 這三個月 自己找一天 自己決定 比如說你生日六月嘛 生日前後一個月 那就是五 六 七 隨便找一天 去查驗 要帶指登 要帶身分證 帶職業加高 還有 車行開了受負擔給你 職業事實證明明見 所以請這行開受負擔給你 去查驗 看你人在嗎 要放在嗎 要放在嗎 剛好有一個朋友在看 在177 年 你要做嗎 年滿65歲 居每年的犯罰行證 到年滿幾十歲 但是你如果沒有 年滿六歲的話 三年就是一次 就是你遮上的 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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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上的